奥斯卡的分身来源于他的头部魂骨,产自两万年金银兽,根据产出魂骨的魂兽不同,魂骨所附带的技能也会不一样,就算是同一块魂骨,也可能因人而异使用出不同的技能。 而奥斯卡的是金香头骨,技能是复制出一个分身,能发挥出自身实力的80%,包括使用本体的魂技,就连金香场所附出来的技能也可以使用。 马红军就在奥斯卡的分身上栽了跟头,奥斯卡在与马红军切磋的时候出了刚开始的健身战,奥斯卡一步一步的引诱马红军攻击自己,最后找了个合适的时机利用自己的分身拖延时间,复制唐森的蓝衣霸王枪完成蓄力,击败了马红军。 那么问题来了,在整个交战过程中,奥斯卡是什么时候放出自己的分身的呢? 当分身被打破之后,奥斯卡在奥斯卡干得漂亮,说明在这之前他并没有看穿奥斯卡的分身,在场还有宁风质和古斗罗等人无一例外都没有看穿。 看来奥斯卡的分身能夷夹乱振,不仅骗到了马红军,就连观战的人也骗到了,而且还有一位是封号斗罗,如果把他当逃跑技能应该可以反射80了。